各位在视频期间的姨妈姑姐 uncle auntie 哥哥姐姐 还有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早上好 今天给你们介绍一间是在Dato On的一个双层的一个半毒栗 首先我们一样例行观例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街景 这一边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偏里面的一个半毒栗 这一边里面的Prescinct是有 半毒栗然后有 Terracell等等是在一起的一个Prescinct 这一边是在Jalan Pergiranan第10路这一边的Prescinct 在Dato On这一边 当然Dato On这一边你们也知道咯 靠近Aeon然后这边的山区还是山店等等都是很靠近的 所以这边我们大概看一下外面的整个区域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所以这个区域里面有自己的小公园 当然外面有一个很大的公园 如果你们熟悉Dato On这一代的话 医院等等 商场 然后商店等等都是具备的 甚至是学校等等都是有的 所以这边的位置也是很方便 在海外的旁边罢了 南北大道就在你家的旁边 来我们一起进来看看 这个屋子呢它是一个双层的一个半毒栗 40x80 试驾一旁跟5个厕所的一个Unit 当然你可以看得到啦 这个屋子呢它是重新有粉刷过的 有点灰白的设计啦整个很Modern化 所以这边前面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它的一个car porch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方向 这个屋子的方向呢是面向于西旁边是面向于南 我的右手边这一边呢它是属于一个可能 你要做成厨房的area也是可以没问题 因为它的厨房呢是在这边前面的 它的格局呢是颠倒的 所以这一边呢它是一个四架一房 所以家一房呢跟其中一间厕所呢它是设立在外面的 当然这个屋子呢是Individual title 任意专修 所以这整间的外观呢你都可以换颜色换整个底下都ok没问题啦 所以这个门呢待会我进去我们进去看呢 这边就是它的厨房啦 所以那这边你要设立一个厨房区这边办一个洗衣机等等 这个空间我相信都很足够你用 所以那我们把视线呢我们转来旁边 所以呢这个是它这一间CMD 然后呢它是在一个公园的前面 所以呢我后面呢就是一个公园 所以before看屋子之前我们先看旁边的地 然后呢我给你看后面的公园先 你看得到这边左边呢我帮你看过了的是华人 然后右边呢目前是买人居住 我不确定是不是租客啦 只是我确定这个应该是屋主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面呢这一边它是有一个大概 十扯以上啦我看是一个十扯左右啦 的一个地 然后呢后面呢有接近也是大概一个十扯左右 所以呢这边也很好去给你design啊等等啦 然后后面呢有一个很大的公园你们有看到吗 所以呢这边假如你要一个很宁静的一个社区 而且呢屋子要大间的话呢 可能这间呢 比较适合你啦 所以这边我们外面看完了 我们一起进去里面看看喔 所以在家里呢你走出来可能你要跑步啊 还是什么 啊这边呢可以走后面的花园喔 当然这一边你早上你要起来乘跑等等 我相信呢这里空气都是很清新的 因为Dr.On这一边的地势呢会比较高 啊所以这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样 before进来看之前 请把我点击按赞分享 然后订阅频道 如如去去给你看不一样的屋子喔 首先我们一进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哇很大的一个屋内的一个格局喔 这个前面呢就是它的一个客厅 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它的饭厅就在前面呢 然后旁边这一边呢就是刚刚我跟你说的 这边就是它的厨房的地方喔 它的瓷砖呢是三到一半的 所以这整间的格局真的是一个很大四房的格局呢给你去design 当然 名副其实的一个semitic屋内的格局真的是很大一下喔 楼下的话呢有一间客房 然后后面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它落地窗 整间呢是没有灯的情况 因为这里没有灯啦 但是呢整间的采观呢是很足够的 屋内格局真的是很大啊 你看行走制度喔 我们先看楼下的一个客房 这边呢我们俗称老人房喔 如果楼下的客房这一边的话呢是呈现一个四方的格局啦 当然 该摆的 该摆的都摆得下 然后楼下呢有自己的一个客房的厕所 我们大概看看就好 瓷砖这一边呢也是三到完的 它是属于一个 小空间这样的 当然一个人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啦 如果两个人或以上的话可能有点难度喔 来 这里呢我们一起上去楼上 我们一看就近这一边 呃在Data On这一边的话呢 呃如果你有熟悉的话 它是在Sertia Tropical的前面 所以以呃 地理位置来讲呢 它是呃 星山的中间 所以呢这边无论你要去到左边的南北大道 你要去到下面 你要顺下 去到CIQ的话呢 也是大概一个15到20分钟 但是depend on traffic啦 可能会塞车不一定啦 然后呢这一边你要去到Austin啊 你要去到Daman Dyer 等等都是大概一个 10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啦 所以这边呢一个是一个很策略性的一个地点 这个是楼上的一个中厅 哇你可以看得到 哇中厅 很大一下 真的很大一下 这边的中厅呢 这边你要做Family Gathering 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而且整间的 Brother ceiling Casio 做过啦 是看你 Apple SR 的一个设计 所以楼上的话呢 有一间房 两间房 三间房 每一间房间都有厕所 我们来看看一下 这一间房间呢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大款的二房 它是呈生出一个大长方 然后呢 后面呢 有 小小 小小 著名小小的一个Balconi 这边呢 飞行图后面的Garden Builder 所以这间 这间的房间呢 我相信啦 早上起来的 应该会比较精神气爽一点 然后呢 这一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边呢 诶 sorry啊 这是Master Rune Master Rune 比较大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主人房的一个卧室 浴室 然后呢 我在Hitter等等 你可以看到 这边吸手台的两个人 然后左手这一边呢 它在一个最 角落的地方呢 它有放一个Balconi 这个不会贴得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bonus 因为这个空间不错 啊 这个是一个加分点 然后旁边那两间呢 是一个小房 所以呢 它的设计比较 颠倒过来的 粗放在前面的 然后旁边这一边呢 是它的小房 小房这个是它的第三房 你看到空间依然 不太放效啦 肯定是大的咯 当然这一边你要看 你要怎样去设计啦 然后呢 一样有自己的 一个浴室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浴室 浴室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厂房 省着一样 吃穿了也是三道丸 比较偏向original一点 固执 但是呢 它的价钱我告诉你 真的是不错的 如果呢 你有考虑这个 location的话呢 然后家庭成员比较大 要自己专修的话呢 这间 可以考虑 来我们来看旁边 这个是比较大的二房 这是二房啊 不是主人板 这边你看它采官是不是很不错 它的采官真的是很好一下的 你看到它的空间呢 是很大一下 当然这边你要讲设计 还是这边的前面你要放一个橱柜 还是呢 你橱柜要移到那边 我觉得都是行的啦 看你要讲许在真的 这个 这个空间真的是大到 我都不懂要讲 跟你讲到讲许在 然后呢 这一边呢 有它的自己一个厕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边呢 就是它的浴室啦 所以这枕间呢 其实它的 多重空间感 真的是让你的屋子 显得很大 所以呢 这边我也来给你 梳理全部的香气 今天呢我来到哪里给你介绍这个屋子 这个屋子呢是在Data On 这一边 Jana Bergerana 第10 第10的Precinct 这一边呢给你介绍一个 双层的一个半独立 这个半独立呢是40乘以80 然后呢 4家1房跟5个厕所 它是有24小时 白安威力的 白安威力的费用 应该是在100多左右 罢了了吧 这个我要跟你confirm啦 然后呢 这个是Individual Data Free Hall的一个屋子 然后这个屋子呢是卖于多少啊 双层半独立 新山中心点哦 这个屋子呢是卖于1.03M 1.03M 这个价钱 其实你怎样贵 它还好啦 因为双层半独立嘛 所以如果对这个屋子有兴趣的 你不妨可以与我绝对联系 我给你更多想起 甚至是呢我们可以限下一个时间来看这个好屋子都没有问题 所以无论在新山找着买卖出屋子的你都可以与我绝对联系 我是金松 一个认证为你介绍我们的男人 最近的分享视频也是在这边 请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